各位觀眾朋友 請一個重要的任務進場 好 歡迎李勳 我們的理財顧問 我這個月薪20萬啊 算是底薪加這個是業務獎金啊 我的理財的方式是經營人脈 平常可能會SOCIAL要交際應酬 所以可能會花稍微比較多一點點錢 可是如果你是業務的話 通常有時候你交際應酬是可以 報公司賬的嘛 喔齁 對嘛 所以我們應該知道說 那我們報公司賬我們要怎樣同時 讓自己有面子可是又可以省到錢 這時候我會推薦你可以辦一張 理程的信用卡 而且是高卡 你要辦到可能需要免費的那種 你刷越多 你可以兌換 可能商務艙 或者是其他的優惠 五星級的飯店下午茶買一送一 這樣子出去吃飯就有面子 對 刷卡金額高 你就可以相對來說有一些 額外的bonus 像什麼 停車免費或者是高鐵升級 就是你可以升到商務艙 我這個經營人脈其實是 還花錢的 那我要怎麼樣在這個花錢的 這個點上面呢 我又可以省下一些錢 放回自己的口袋 不要花這麼多 那我這個人脈的經營當中呢 我可以發工資的錢來經營 辦一張高卡又可以做一些回饋 對 它自己看起來更有氣場 你看起來好像很大派 可是其實都不是花你的錢 而且你還可以賺到回饋 這樣就是最棒的 哇 真的很尷尬耶 是不是 那想問一下離去有沒有想要對這些上班族啊 住房族外有一些聰明的房間 可以去看 像如果你想要住房 可是又想要住大 可是又不想要花那麼多錢 替代的公仔可以抽 公仔其實滿便宜的 我抽過 真的 剛出來的時候我有去抽 它地段很好 離市中心往內湖進 往台北市去演進 像賣口罩要經營人脈 常常要出去出門喝酒 所以那個地點算是不錯的 可以省很多計程車錢 對啊 就是我當初就有 我考慮的是這一點 像是你可以去租一整層 然後自己可以小當二房東 就是你可以把其他東西 你再租出去給別人 小賺一點生活費 然後你可以cover一點你的房租 然後像另外一個是 去找那種可以用信用卡刷的 付房租的一些房子 你又有高卡 又可以付房租 然後你又在省錢 酒店式公寓跟 租房子如果價格一樣要怎麼選 如果一樣的話 我很喜歡酒店式公寓 酒店式公寓好像他們會 至少你不用追垃圾車 定期還會有人幫你打掃 如果價錢一樣的話 我絕對是會選酒店式公寓的 我也是 因為也可以刷卡 你當然也可以用錢 但你刷卡是最好的 我之前有住在市區過 因為要省那個計程車錢 因為如果晚上要跟別人有一些 有一些什麼 有一些 那個停頓員又微妙 就喝酒的應酬 對對對 我剛剛說你應酬兩次 好像住在市區裡面 可以省的計程車錢是不錯的 你把房租車錢這樣換過來的話 其實滿划算的 那我們今天就先謝謝李勳囉 謝謝大家 謝謝